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原来2005年江西有一家媒体爆料 江西某地在月母的墓前也肃立了秦桂等古人的跪下 而这一举动引起了秦桂后人的不满 秦桂后人面对媒体公开表示愤愤不平 情绪激动地认为自己的祖先已经跪了岳飞 凭啥还要再跪岳母呢 这完全是不合理的 因为秦桂杀岳飞的时候 岳母已经去世了 所以此事跟岳母没啥关系 另外自己的祖先已经跪了几百年 但是杀岳飞的使宋高宗照够 秦桂也只是迫不得已 为何所有的罪过都要推到秦桂身上呢 而相关部门则表示 之所以要在岳母墓前诉秦桂的会 像主要是为了让秦桂到岳母墓前去谢罪 另外也是为了加强外国主义教育 细究此事看似是一件由历史引发的矛盾 但是其中很多细节有待深思 虽然秦桂有罪于岳家 但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过秦桂杀岳飞 确实是经过宋高宗默取的 秦桂也正是看准了这一点 才敢对岳飞下手 那么后世为个骂照够的少 而却对秦桂依依依不饶了 其实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就是我国古代的思维 就是忠君爱国 爱国毕竟是以忠君为前提的 即使皇帝有过失 臣下也不能怪罪皇帝 只能劝谏 这就叫雷霆语露皆是军人 后人不敢怪皇帝 只能拉个帮凶来发泄愤怒的 第二个原因就是后世对秦桂 太阶飞这段历史的改变太多了 比如什么说月全转等等 都充分描写秦桂是如何的狡诈 如何的残忍 但是却放掉了真正的主兄 在这些小说评书的影响下 人们对秦桂自然就更愤恨 所以才使得秦桂飞主兄 却落在悲臭千古的下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